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会见到可伯 还有她的新婚太太新何太 她的事如波未了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中有不少涉及这件事件的人士 到现在都未现身 不过又在相关关注组里 用匿名身份者的形式 去出贴 究竟是真不真 假不假 还有一些说法太夸张了 不过我们来说这个疑似 是她的前夫怎么说 先讲吧 新何太太在昨晚5月15日 冬章西望的结局篇 说她有一个可歌可歌的前篇的爱情故事 就是她的前夫 你说可歌可歌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长期都是虐待她 真是很惨 所以令到她的爱情观是否受到扭曲 希望找一个男人可以好好爱惜她 而爱惜她的形式 不是抱着她的嘴巴这么简单 就是要送很多东西给她 令到她很开心 还有可以曬给大家看 大家羡慕我 那我就对了 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奇怪的说法 好了 这个疑似前夫的怎么说呢 她就这样说 大家好 我是何太的前夫 我想跟大家澄清两项事 就着何太指控我虐待她 我必须澄清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我自问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她所谓的指控都是凭空想象出来 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现在在这里严重警告何太 假如她继续对我作出不实指控 我或许她会向她采取法律行动 向她追究我的损失 此外 我现在也希望澄清 何太那个18岁的儿子 并不是我亲生 而是何太和她前前夫 即是第一任所生 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最后我想在这里奉劝可白 你立即远离何太 和子女商量如何将损失禁止最低 不要走我的旧路 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半年之后 你将会后悔莫卡 哇 这个耿兄弟 就是对可白 语重心强 是的 不过 究竟 因为这个人 只不过是在网上 以匿名方式的留言 好吧 我们姑且 这个真的是何太的前夫 先 我认为 这位何太前夫 他这样说 其实 都不是说不无道理 是吧 虽然我们不能够去核实 究竟有关虐待的问题 不过既然 这位疑似的前夫 这样说 我们也可以孤且信他 至于何太的18岁的儿子 是不是他前夫所生 这个其实可以找回 我相信 可白 其实可以 问一问 你的好老婆 辛何太的儿子 究竟 跟这个 就是他对上一任的前夫 有没有血缘关系 是不是 这个可以核实 那如果这个能够核实得到 那我认为 这个前夫的留言 看来就真是可信 这个就是 18岁的儿子的问题 我想想想 又是 你说到你的前夫 就是一个渣男 一个人渣 老实说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你们两个的夫妻关系 或者你们的朋友圈 有多大 这样对你的前夫 是很不公平的 是不是 现在 直接有一些 所谓的网络 KOL 直接说 唱这个 辛何太 以前是做鸡 说得这么夸张 我觉得这些 不要这么 无的放肆 你有证据才能 是不是 有时的指控 我认为 始终也要厌一点 不要说无的放肆 又说这个人 是做知的 那是不对的 你这样就侮辱人 但是 何太目前所做的事情 的而且确给到人 有这样的想法 因此 有些人说得这么夸张 都会有人相信 就是这样 所以就想说 神经病 为什麽 等于这样 这一个前夫 如果你指控他 说他虐待你 又有什么 说得这么恐怖 老实说 你自己离婚 都会想找另一个 其实这一个前夫 可能想找另一个 或者自己的生活 要过 一会大家理会 这件事 再过多一两天 又发酵 又拿了你和你前夫的照片出來 那就糟糕了 拿去到處貼 全世界都說這個人走開 小心 打老婆 這個人是人渣 會不會變成這樣呢 如果說到長期虐待 這麼恐怖 這些可能涉及到刑事 可能變成嘔打 襲擊 其實可以報警 如果你有足夠的證據 甚至可以報警 是否會比較好呢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要亂冤枉人 不過這個虐待的問題 你一言我一語 其實我們也沒辦法核實得到 如果大家例事 他的前夫 看看需要不需要 又要借著一些媒體的力量 來幫自己澄清 否則你就很大頂 若妻的帽子就扣在你的頭上 又是麻煩 這個兒子的事情 正所謂禍不及妻兒 只不過看到他的兒子的說法挺有趣 即是說阿叔 林老入花叢 被媽媽閘著 最後還有一句很假的 阿媽我永遠支持你 好像很有感情那些 你由外到內到外 才行 是嗎 是的 因為 何太18歲的兒子 說過阿叔 是真的有花叢 但始終 這個是何太的兒子 在立場上 我估計何太的兒子 只能夠選擇站在他媽媽身邊 因為你看到他離婚之後 就跟了媽媽 就是這樣 當然 你說這個兒子是不是前夫的骨肉 這個不得而知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精彩了 是嗎 究竟何太最盤古初開 其實這個時代是很開放的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做什麼事 突然間就帶了肚子 但又不知道爸爸是誰 生了出來 生了出來之後 都可以帶著小孩子 然後再認識一些男人 然後再結婚 都可以成為他第一次結婚 這個說法也不是說沒有道理 是呀 沒錯 所以也不能夠排除疑似前夫的說法 是嗎 所以我就說 只需要問一問何太的兒子 就能夠核實得到 其實是可白可以問的 對不對 這個又可以照騙到兒子也可以 那兒子 也可以 除非如果小孩子長大到差不多了 我爸爸是誰 可能說他去了很遠的地方做事 還是怎樣 然後突然拼一聲 就是爸爸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的可白 突然來了這個家 就說兒子 這就是你爸爸 他走旋回來了 叫聲爸爸 然後就叫聲爸爸 爸爸爸爸 那些 其實也有很多玩法 這個也可以大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一加一減就知道 因為他們五年前就離婚 究竟虐待的時間有多長呢 究竟他們結婚幾年呢 我們不知道 如果到時知道了 那一扣數就知道他的兒子 或者再離奇一點都還可以 其實這些關係都很難去說 如果他們和前夫先搞大肚子 生了小孩 到那一段時間 然後再結婚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好像鄭雯琦 鄭雯琦就是人版 現在很多的 就是先生了小孩 之後再結婚 這個時代已經很平常 已經很平常 生了之後再結婚 即是補結婚 沒有理由這樣拔著肚子去結婚 將他有少少怪的 這一扣就精彩了 不過也是 我自己覺得 你說到什麼 約妻 打你 還是什麼 約代的 又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招勇 即是等於這樣 你當你是男女朋友的分手 然後可能問 Mary 為什麼你和John分手 這個只是渣男來 他打我 原來其實不是的 可能你認識了另一個男人 即是認識了另一個男朋友 接著就飛起John 但你接著 你為了自己 讓人聽起來好聽一點 甚至乎 不想讓人知道你這件事 唯有 還要冤枉John 說他打你 沒錯 是他 每天最壞都是他 很可憐 男人就是 當被女人指責 會打女人的時候 當男人 你很多時候是處於下風 對不對 這個前夫 也有被人去問 記者是疑似的前夫 即是說 何太前夫 對於何太說你經常約打的指控 請問你有沒有什麼回應 網民這樣問他 他挺有趣的 絕對沒有 他這麼大份 我哪裡去救他打 那又沒有大不大份的問題 如果你拿著一支地拖棍 而他又得赤手空拳 也不行 對不對 這樣也是 不過又搞笑 然後有網民就說 最好有證據顯示你 沒有才行 然後這個疑似的前夫 你又反問 為什麼是我證明自己沒有 不是這隻河馬 證明我有 為什麼這麼有趣 叫他的前妻做河馬 也跟著 大家的網民這樣說 這個也是有趣的 所以當這個疑似前夫這樣說 會不會他相信網民那種叫法 純粹是這樣 所以又覺得奇怪 或者是前妻 或者他的匿稱 因為有時候 可能叫老婆 或者叫女朋友 會按個花名給他 老婆會多些 可能你不滿他的時候 跟朋友聊的時候 還要代好 例如什麼豬扒 然後還要說 哇 河馬前夫 那你一定要站出來 跟東張說 現在你無緣無故被這隻 拘捕了下水鎮 真的很無辜 還被某些賤人 抵毀你的聲譽 那就不抵了 離開了這隻河馬 還要被他潑污水 還要被他抵毀重傷 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其實大家都意會到 是刑事罪行 我不知道 如果新河太 有一個更大的生理陰影 或是肉體上 或是精神上 受過這些苦楚 我覺得 如果在情在理上 不是說玩的 可能人們覺得我們玩 又覺得我們嘔吵 賤格 還是怎樣 我們覺得要揭露這件事 就是如果真的有這麼嚴重的事 你不妨去報警 一定要說出真相 對 以免有其他的姊妹都會受到傷害 因為這個是會動過老婆 或者女朋友 即是會動過女性的男人 其實是危險的 這個是真的 不過我讓他們 都不夠膽 為了這件事 去找警方 大家純粹是 找些事情來說一下 就是何太 找一件事來解釋 為何要和她前夫離婚 或者為何她要放大自己 因為可白的愛 已經突破了年齡界限 他只是希望找一個真愛惜我的人 不過愛惜她的方法 就是買多些禮物給她 就是用多些錢買東西來哄她 但不是買那些什麼鬼東西 iPhone 或者買部電腦 不是買按摩椅 就是買一些 被人覺得有珠寶首飾 即是賣出去都是有價值的 有價值的 所以這些是很離奇的 即是出現了心理的落差 因為這個陰影 還是怎樣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無論如何 如果前夫現在這樣的話 要不需要找一些媒體幫助你 不一定找到東章 東章又拍了影片 又這樣又那樣 不過又很難搞的 因為如果你再給一些相片出來 可能你們當時一家三口 很溫馨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到時這個被人稱之為 河馬的新河太 可能她又會說 這些就是以前很開心的時候 其實她之後就瘋了 只會打 難道打過的相片 又給你看 難道她會拍下來做證據嗎 嘩 會不會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都可以 是不是 所以都是牽涉到刑事罪行 究竟要不需要報警 如果不是的話 看看會不會有些地方 即是要自己澄清一下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 網民都說得對 如果不是到時惹到官非 那就糟糕了 不過我估計 他們都不會的了 或者說何太也是想要錢 求財 又不是想搞到要花錢 是不是 或者可能就裝作 你現在沒有錢打官司 又要再賣那樣 還是怎樣 會不會呢 可以這樣裝作 不過始終也是 你一言我一語 很難說可以立案 所以我認為 那位疑似前夫 是應該要採取法律行動 應該這樣會比較上 穩固 更近一點 好了 記住 如果你說說到 又有 新河太 什麼的過去 就不要這樣匿名 說到這麼誇張 我看到最新的 更厲害 他說他在什麼東莞X酒店 XX酒店 做桑拿骨妹 那時候的名字叫小燕 沒有現在那麼肥 真的嗎 又說那樣 這些就太誇張了 你因為匿名 這個又寫在哪裡見過他 還是怎樣 要不就是那句 有相片就有真相 或者找到姊妹 會不會拿相片出來看 還是怎樣 因為那時候 他寫著什麼 2000年代 還是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會沒有相片 還是怎樣 不過有時候的事情 就不要去到這麼誇張 就是你起碼 都要拿到一些東西出來 讓別人看到 所以你說 他說前夫 虐待他 這一下 始終這個社會來說 都比較保護女性這一方面 所以大家會想 哇 再加上他 沒有了這些 四百多萬 在哭 所以有些人 可能會傾向 同情他們 也不頂 不過 我們要抱持一個 例如在法庭 如果你做陪審團 或者做過陪審團 或者見證過這類型的案件 即是謀殺案 這些疑犯 這些被告人 他們有時候 說自己的悲慘話 真的說到七情上面 可能你也看到 事實擺在眼前 你做低了他 死者這樣很慘 當然會有些位置 想打是謀殺 還是誤殺 如果他真的叫七情上面 很令人動情 例如五歲 又被爸爸動 八歲 媽媽又不要他 十幾歲 又被女朋友 也飛過他 說說說說說 然後 很令人 聲淚俱下 加上眼淚 有些人說 竟然審問我的時候 不給我睡覺 當時我尿也不敢 可能有很多這些事情 你搶過我 在這裏崩潰 這些位置 陪審團是很動情的 但當你再見到其他證據 可能你的人會回復理智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次討論到這裏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